我是昨晚10點多時收到預約拘捕 我還未去警署 所以我估計罪名無法知百分之百告訴大家 但我相信亦都被告知 《立法會特權條例》裏面第十幾十九A條 究竟實際是怎樣 今晚跟大家講 送中惡法是很明顯 大部分香港市民不能接受的惡法 之後的一百萬 二百萬人上街 大家都很清楚看到這一點 亦都為何引起這麼大的爭議之後 林鄭在香港人要流很多血之後 才可以最後同意撤回 正當林鄭在這裡假聲聲說 他要聽市民的聲音 要和解 要重新出發的時候 他就選了周梓杰離世這一天去做這個動作 剛才萬必講得很清楚 這條條例是保護議員 在議會裏面不受阻隔去議事 香港的政制是三權不立 立法會的工作是監督政府 現在倒過來政府 利用一些政治的檢控 去限制議員 控告議員打壓 大家都知道 由一個777票的政府去控告我們所有的議員 大部分是直選 是數以萬計的市民的授權 是荒謬全力 而我們 在5月11號之前或之後 我們只是做一件事 是跟香港人一起 據理力真 反對惡法 今次拘捕我們七個人 不只是七個人 他代表的就是政府 要用最骯髒 最強烈的手段去打壓 令香港人 禁聲 不過我想跟林鄭 甚至她背後的北京說 香港人是退無可退的 當我們走到這一步 在議會的抗爭 在街頭的抗爭 我們看到有人去死傷 有人打斷骨射盲眼 數以千計的人被捕 還有很多人可能在法庭裏面 判予很高的刑罰 都不知道 不但只是沒有平息 當林鄭去完北京之後 就開始 使出黑手 去做這些極之 我們看來骯髒骯髒的事情 今次我們是不會退讓 也都不會禁聲 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 而其中最重要一點 就是爭取一個民主的政制 香港人看得很清楚 爭取民主的政制 是一步都不能退 包括接下來24號的區議會選舉 大家看到最近做出來的很多場戲 包括有人去怎樣去授集等等 都是想做出一個氣氛 借任何的藉口取消這個選舉 繼續用一些緊急的情況管治 如果政府選擇這條路的話 香港人我相信是不會退讓 我們作為議員 在議會裏面 我們絕對不會退縮 也都會盡我們所有的能力 抗爭到底 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